获震婷的前妻朱玲玲依然活跃在各大社交场合,并且与现任丈夫罗康瑞的感情相当好。 夫妻俩经常结伴出席各种聚会、活动,表现出的就是恩爱夫妻的状态。 而朱玲玲与罗康瑞都属于离异后再婚,也就是说结婚前就各自有各自的家庭。 朱玲玲这一边有三个儿子,对于母亲再婚没有意义,而罗康瑞这边有一子一女,对于父亲再婚就表现得不是那么支持,至少与继母朱玲玲的关系不是那么友好,几乎不同场同况。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,罗康瑞的一对子女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转变,也慢慢接受了父亲再婚。 继母是朱玲玲的现实,尤其是女儿罗宝瑜,如今更是罕见她与朱玲玲同场同况合照。 罗康瑞是香港富商,在福布斯公布的2024年香港富商排行榜上,他以14.5亿美元的身家排在第46位,而他名下最核心的产业就是瑞安集团。 大公司,大企业在春天都会举办开春晚宴,身为集团主席的罗康瑞要出席并且发言那是必然的,而罗宝瑜被视为罗康瑞的接班人,瑞安集团的第二把手,出席也是必然的。 比较意外的是,罗康瑞此次出席公司的晚宴活动,还把妻子朱玲玲给带上了,并且在住酒仪式上,朱玲玲也以女主人的身份上台,于是就有了朱玲玲与罗宝瑜同场并且同况的画面。 从被公开的合照看,朱玲玲当晚的打扮也称得上相当得体,她穿了一件翠绿色的中式上衣,下身是一条阔腿裤,在主席台上,她站在丈夫罗康瑞身边。 而罗宝瑜穿的,就是很标准的职业套装,在主席台上她站在罗康瑞的另一边。 从朱玲玲与罗宝瑜的站位来看,两人都是站在核心位置上,说明对罗康瑞都很重要。 而说起来,这应该是朱玲玲与妓女罗宝瑜罕见的同况,虽然不是私底下的合照,也没有单独合照,但是能够同场同台真是不容易。 事实上,瑞安集团在2023年举办成立50周年晚宴的时候,朱玲玲与罗宝瑜也一同现身了,不过当时没有机会同况合照。 如今在瑞安集团2024开年晚宴上同况,至少证明了罗宝瑜对朱玲玲已经没有太多的芥蒂,不过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交流。 罗康瑞的一对子女在过去不只是与朱玲玲的关系一般,甚至与罗康瑞的关系都显得比较疏离,原因就是罗康瑞二婚娶了朱玲玲。 在他们的认知中,父亲就是因为朱玲玲而与母亲离婚的,所以都统统站到了母亲这一边。 有过那么一段时间,他们的关系的确很疏离,包括罗康瑞的儿子结婚的时候,他都选择在国外,重点是没有邀请罗康瑞与朱玲玲参加婚礼,之后儿子出生了,也没见过全家福公开。 怎么说呢?这本是上一代人之间的恩恩怨怨,并且也是当事人的选择,是不该牵涉到下一代,不过复杂的关系,还是把下一代牵扯了进来。 好在彼此的关系也没有决裂到不可挽救的地步。 在罗康瑞与朱玲玲结婚多年后,罗康瑞的一对子女也软化了各自的态度,不说他们是否已经接受了朱玲玲,但是改变不了的是朱玲玲已经成为了继母的现实,更无法撇清与父亲罗康瑞的关系。 而换一个角度来说,罗康瑞那么大的生意,最终也还是需要一对子女来继承。 事实上,罗宝瑜逐渐接受罗康瑞,他的母亲何经杰在中间也做了不少的调解工作。 所以如今罗宝瑜成为了接班人,他的弟弟也开始着手家族产业的工作,姐弟俩与父亲的关系也重修于好。 2023年,父子、父女仨曾经一同登上福布斯亚洲版的杂志,这也算是一次对外展示的大和解,同时也算是对外确定了罗宝瑜接班人的位置。 罗宝瑜身为超级富三代,作风还是低调的,他甚少出席在各类社交活动中,基本上只能在集团的活动中看到他的身影,他对私人生活处理得极其隐秘,外界基本上对他的私事一无所知。 罗宝瑜来自一个超级富豪家庭,称他为富三代,那是因为不只是他的父亲罗康瑞是超级富商,他的爷爷也是超级富商。 没错,罗宝瑜的爷爷正是罗英时,所以他是罗英时家族的后人。 而这个家族一门出了几节,罗康瑞首当其冲,因为他是靠白手起家成为的富商,问父亲借了十万创业,所以他完全能够独立在家族之外,底气十足。 由历任港姐组成的慈善团体慧颜雅集,迎来了42周年庆典活动。 可以说现场星光熠熠,老中青港姐齐聚,还来了很多名媛。 赵雅芝,陈法荣,杨思琪,庄思明,向海兰兰,刘倩亭等等,还有慧颜雅集永远的名誉主席。 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,合影永远占据C位的朱玲玲。 66岁的朱玲玲当天穿了一件中式风纱裙,当当下流行的新中式的高配版,一件白色刺绣裙子加上同色系披肩,端庄大气,又十分滑贵,特别符合她滑贵的气质。 当天她不止一个人现身,老公罗康瑞和二儿子霍启山一同出席。 当天罗康瑞一身黑色中山妆,头发已经全白了,身材匀称,戴着眼镜,文质彬彬,温文尔雅,看着一点都不像商人,反而像读书人。 她比朱玲玲大十岁,虽然满头白发显老,可是保养不错,皮肤白皙,看着挺年轻的。 虽然他们夫妇都是老年人,但还是值得一句夸奖,郎才女貌,一对碧人。 霍启山一身蓝色西装,高大挺拔,很是帅气。 她经常陪着妈妈出席慧颜雅籍的活动,从二十多岁就开始了,她已经是这里的熟客了,看起来游刃有余。 话说回来,霍启山排行老二,根据老二定律,她一般是最不受重视的那位。 哥哥霍启刚起家族门面,爸爸霍振婷最喜欢她。 弟弟霍启人最小,出生时父母的婚姻又出现问题,所以最受朱玲玲宠爱。 但霍启山却是最懂事和最贴心的一位,平时负责当朱玲玲的plus one,有叫必到。 当然这和她单身有关,前不久朱玲玲还催婚她,让她早点结婚生子。 但朱玲玲却没有把这个团体的一些年轻港姐介绍给儿子,估计也是想让儿子找一个自己喜欢,又志同道合的人。 当天赵雅芝的丈夫黄锦申来了,两个人恩爱秀合体。 赵雅芝一身白色西装,身材纤细,保养得道,楚楚动人,梦回白娘子。 她老公保养得也不错,一头黑发神采奕奕的,但看着比较凶,很大老发。 活动上最惊喜的,当然是朱玲玲和赵雅芝同框了。 赵雅芝今年70岁了,但她和同龄人相比,像两代人,她看起来更像是40岁出头,保养很好的少妇人。 朱玲玲在同龄人中保养算是不错了,但是她追求自然老去,她肤色本来就有点偏黑,脸比较圆。 一辈子的养尊处优,让她身材浮腹态,所以即使保养再好,看着没有年轻感。 虽然赵雅芝比朱玲玲大五岁,但明显赵雅芝看着年轻。 不过要论气质,朱玲玲更具贵气感,毕竟她天生好命,出身优渥,两架豪门,从来没上过班,没有所谓的,班位。 但两个人都超级美,朱玲玲和老公是真恩爱,刚出席完慧颜雅集活动,他们夫妇又去参加自己公司瑞安房地产农年开年晚宴,朱玲玲又换了一身绿色绸缎上衣,戴着祖母绿戒指,大气十足。 还有,那些在传二人婚姻出现问题的,可以闭嘴了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